继续收看美多新闻 为了庆祝印尼中国建交70周年 由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主办 印尼媒体集团协办的中文歌曲 虚拟歌唱比赛 已经对全国的公民开放 并且将于11月21日截止报名 此次比赛的曲目呢 也是选了三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 为了庆祝印尼与中国建交70周年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与印尼媒体集团 联合举办中文歌曲虚拟歌唱比赛 参与者可以在 site.medcom.id slash karaoke-mandarin slash免费注册报名 参与者可以选择的歌曲曲目是 邓丽君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 任贤其《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》 还有《王光良的童话》 下载选定的歌曲 自己录制歌唱视频 然后将其上传到微信网站即可 自今年11月10日开始的中文歌曲 虚拟歌唱比赛报名以来 国内民众反响热烈 参与度非常高 奖品总价值2000万亿尼顿 任何年龄的印尼籍公民都可以参加比赛 发行过唱片或正与唱片公司有合约的专业歌手除外 目前已开放报名 并将于2020年11月21日截止 对有兴趣参与中文歌曲虚拟歌唱比赛的朋友 请直接访问上述微信网站 请不要忘记持续关注Instagram atidm.indonesia media 以获取有关比赛的最新消息